对于你提出的问题呢 我们也注意到 我想之所以有这些威慈 恐怕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就是有些人 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 来存有误解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人 特别是一些敌对的势力 却是揣着明白 装糊涂 肆意的污蔑诋毁 造谣终伤 应该说这些很多都充斥着 加硬的冷战思维 和意识形态的偏见 在这里呢 我愿意向大家简要的 介绍一下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统一战线 什么是统一战线 我们通俗的讲 就是大团结 大联合 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 搞得少少的 应该说古今中外 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 都懂得团结和联合的重要性 也都在做团结和联合的工作 区别就在于团结和联合的 目的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 目的就是要寻求最大的公约术 化出最大的同心源 加强海略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和大联合 形成了新晚一处想 今晚一处始的这样一个生动的局面 共同致力于实现国家富强 民主复兴和人民的幸福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工作的实践中 我们也形成了许多重要的价值理念 比如说 坚持求同存异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寻求和增进 共同点 尊重和包容 差异性 比如坚持合作共赢 在追求和实现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尊重维护和照顾好同盟者的利益 比如坚持民主协商 有事多商量 欲事好商量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 广泛邻居人心 汇集力量 我们在对外交往中 一贯主张 世界文明 世界不同文明 要包容互建 促进世界各国的和谐相处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我们重视 我们重视发挥 海外侨胞和留学人员 笼通中外的 桥梁扭带作用 目的就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 开展 人稳交流 发展 友好关系 增进 相互理解和友谊 正像刚才建筹主任说的 我们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 也从不输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应该说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呀 都是在阳关下 谈谈正正开展 这于一些敌对势力 诋毁 重商 提出所谓的渗透 可以说是 风马流不相及的 我们将不断巩固和发展 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 坚定不移的 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为世界谋大同的伟大事业